第二个呢,请你把它改title title就是淡水校区 所以我的第一个M1 指的就是淡水校区 这个ID是它的 城市要找到的名称 ID 第二个呢,就是title 那再来的话呢,请你再add一个 因为本来就一个 请你再add一个什么呢 add一个 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请你选上面这一个 add一个item 那请你add一个item之后的话呢 下面的名称有没有,会多出一个 一个item 然后呢,我们也是一样改两个地方就好了 第一个地方呢,请你把它改M2 然后呢,title部分呢,请你改成 士林校区 就两个地方就可以了 改完之后呢,我menu就建立好了 你将来就可以在画面上 直接看到什么呢 这两个按下去就会出来 当然你要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 都可以一直增加 看你menu要几个,就有几个menu 那menu里面如果说太长的话 你add的时候呢 可以再加什么,submenu 就是点进去,它会再继续跳进去 是menu menu里面还可以再加submenu 我觉得这个功能还蛮不错的 可以好多层 好了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要撰写程式 那程式部分该怎么撰写 我直接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非常的简单 首先的话呢 请各位在这个地方看到 哦,这边会有个 这边会有个on option item 请问一下 准备 实际上 谢谢大家